接着我们要进到单元二 单元二则是接触我们刚刚说的 反应的类型的第一大类型 依照原子跟分子的数目的变化来区分为 结合 分解 置换 和复分解 我是新北高中中小兰老师 我们继续来谈一下单元二的内容为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单元二的学习重点 有分为结合反应的定义跟三种类型 以及它的实例 再来是分解反应的定义跟实例 以及置换反应的定义跟实例 最后我们要谈到是复分解反应的定义跟实例 那在这一节我们会进到这些化学反应的分类 进行所谓的范例的练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结合反应的定义跟实际例子 它的比较精就是精致的一点点的定义是 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物质结合 产生另一种新物质的反应 我们称为结合 有的时候也称为叫化合反应 在结合反应中 参与反应的物质可以是元素或者是化物 接下来我们在单元一讲到的 我们说A跟B生成一个更大的粒子叫AB 但事实上A本身可以是元素也可以是化物 所以我们依照这样的结合反应 又可以分成三个次分类反应 类型一是两种元素结合 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新的化物 举例说明最常见到氢氧燃烧反应 我们把氢气跟氧气碰在一起结合在一起 生成水的过程当中来讲 氢原子跟氧原子相当于类比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A跟B 然后那个更大的分子AB 其实就是水分子 所以在这种结合反应是两种元素 化成一种新的化物 类型二则是元素跟化物结合 形成另外一个更大的化合物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类型里面 也可以说明一个东西 就是像氧化碳跟氧气去反应生成二氧化碳 就是属于类型二 类型三则是化物跟化物的结合 产生一个新的化物 当然结合的过程一定比原来的粒子数目多 而且比原来的粒子要来的大 那第三种类型来讲 很常见的像我们说二氧化碳跟 二氧化碳跟氧化钙结合成碳酸钙的过程中 就是两个化物结合成变成一种新的化合物 进到第二种叫分解反应的定义跟实际的粒子 我们先讲它比较精致就是比较精确的定义 是一种纯物质被分解成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新物质的反应 就称为分解反应 那同例我刚刚在单元一就提到 那个分解出来的A跟B可以是元素也可以是化合物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粒子的状况 A跟B本来结合在一起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子或大的粒子 当它分解完之后结合成变成两个小粒子 但这个小的粒子来讲 A跟B我刚提过有可能是元素有可能是化物 换一之把刚刚的结合反应想象成它的逆反应 其实就是分解反应 所以刚刚有三种结合反应的次类型 那分解反应一样就会有逆反应回去 就可能变成两个都是元素 或一个元素一个化合物 或者是分解结果两个都是化合物 所以有些时候分解反应跟结合反应互为可逆反应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分解反应的定义跟实际的例子里面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石灰岩地形或者是贝壳 它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 化学师是CACO3 当你把它送到工厂里面 加强热到800度C的左右的时候 甚至比较低温到5-600度C的时候就可以 它会自动分解成氧化钙跟二氧化碳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方程式 大理石里面主要成分是CACO3 然后分解之后这个温度从500到600甚至800度C 要依照我们的环境而定 它最后就分解成氧化钙跟二氧化碳 那我们可以看到碳酸钙本身是一个比较大的分子 它分解成氧化钙跟二氧化碳 根据它的定义来讲 置换反应又称之为叫取代反应 是指一种元素或化合物的离子根 与另外一种离子根化合发生的反应 这样子感觉有点绕口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粒子反应 就是反应式的基本的通信 它是A跟BX在一起的时候 A取代了B的位置 变成了AX这样的新的化物 却把B的位置给置换出来 所以其上是A取代了B的位置 而将B置换出来 所以它又称之为置换反应 或者是取代反应 那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像钠跟水的反应 事实上就是钠去取代原本水中的氢的位置 变成了氢氧化钠 而氢原子就被置换出来之后 变成两个氢原子再结合一起 变成了氢气 所以在这个的置换反应里面 是钠把氢从水中的位置给踢出来了 就是取代了它的位置 它变成氢氧化钠 而氢则被置换出来 变成了氢气 这是一个置换反应 很多的氧化还原反应里面 譬如说我们把铜跟硝酸银反应 应该说铜跟硝酸银在一起的时候 铜取代了银的位置 变成硝酸铜 而银则被置换出来 变成了银原子 这也是一种置换反应 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例子 也是钠跟水的反应 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 就置换反应是 A把B给置换出来 但是A去取代了原来B的位置 B变成有点孤单的 那负分解反应的定义 跟实际例子来讲 负分解又称之为双置换 双置换来讲就彼此交换了 但在这个交换之前 原来的反应物必须要进行 所谓的分解反应 所以才成为负分解反应 那它就是经过了双置换反应 由两种新的化物 通过各自分解之后 再产生的两个新的化物 用讲简单的来讲 就是交换成分就对了 那举例的模式来讲 是AB跟C珠 变成A珠加CB 所以我们看 这反应的过程中很清楚的 就是B跟珠互相产生的交换 但是产生的交换之前 A跟B必须要先分解 负分解反应是以反应的产物定义 但反应过程中可能牵扯到多个催化步骤 或先加成再裂解等 C跟珠也必须要先分解 才能进行所谓的成分的交换 所以在这里为什么称为负分解 就是因为AB跟C珠 在反应之前已经先发生了 先分解的动作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所谓的止化反应 酸加醇生成止加水 这样子看起来有点不太清楚 它的负分解到底在哪里 我们从它的反应方程式来看 各位同学要特别注意一下它的颜色 原本醋酸是CH3COOH 在酸的部分的后面 我们把那个OH特别标示为绿色 那就是待会儿相对应题目中 原来的AB里面 那个OH就像是B 然后乙醇的部分 我们叫C2H5OH 请看最后一个黄色的H 那个H相当于刚刚讲 你的模式的C 那经过止化反应的过程中 粒子碰撞的结果 OH绿色的OH跟黄色的H 碰在一起 它们当然要先分解 也就是刚刚说的CH3CO 跟OH要先分解 分解完之后 这时候OH就会跟H生成水 用颜色看就非常的清楚了 所以相当于你就看到 比对于模式的ABC株里面来讲 绿色的OH就是B 黄色的H就是C 所以它们两个在一起 产生了所谓的B 就是说B跟C在一起 就是水中的H跟OH 然后剩下橘色跟蓝色的部分 这两个原子团 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脂 就是CH3COOC2H5 就是我们俗称的乙酸移植 所以用颜色的区分就可以看得出 它们要先分解 分解之后在彼此在在一起的时候 就产生了所谓的负分解 以及交换的过程 那止化反应就是负分解 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止化反应常以酸或碱催化 反应过程较复杂 详细说明会在高三血修化学中说明 此处仅简单介绍止化过程 涉及负分解 那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 这是它的中文名称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止化反应就是乙酸加乙醇 生成乙酸移植加水 用颜色的区别 就非常能够了解负分解的意义在哪里 这我们看一下范例练习 我们要进行 我们刚刚学过的四个类型里面 要去加以分类 今天的题目是问 下列哪些反应是属于分解反应 同学就要思考一下 刚刚说的分解是一个大的分子团 分解成两个小的分子团 或者是可能是元素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这ABC株里面 到底哪一些是属于 把大分子分解成两个小的东西呢 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 A似乎是符合的 也是我们刚刚举的例子 而B来讲是锈加铝加锈变成锈化铝 这应该是属于A加B生成AB 所以BC株三个例子都非常像我们刚刚说的两个小的分子或两个小的粒子变成更大一个分子 所以BC株都是属于结合反应 我们看一下再详细说明一下那个响解 分解反应是一种纯物质 变成分解两种或两种以上新物质的反应 所以A是而BC株则是结合反应 那进到这一节的时候 我们又一定要去区分四个反应的 它的定义 反应的过程 以及类型 不要做混淆 同学一定要记得结合 在一起 就像是变成一个新的舞伴 分解是跳完舞之后 舞伴分开 然后置换是一个取代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分解是 副分解只是两个东西要先分开 再彼此交换舞伴 我们这一节就先讲到这里